大家午安 大家午安 這裡怎麼有一道光 這裡有個白白的光 為什麼 鏡子嗎 哈囉 哈囉 午安 好想睡覺喔 今天 不知道 因為今天比較 涼 到底為什麼這邊還有個白白的光 今天天氣 涼涼的很適合睡覺 哈囉 謝謝志偉哥者真情告白 我今天可能看起來很不元氣 呵呵呵 又要想睡覺 哈囉 我為午安 開睡 我今天也算是我化妝化蠻快的一天 我今天妝子化了大概 40分鐘 不快吧 午安 阿圓午安 好想睡 對 今天天氣好想 讓人好想睡喔 而且外面就是那種陰天陰天 然後今天又沒什麼事 就只有直播而已 就很想睡到可能12點在起床 啊 悠閒的一天 你們看我新買的衣服 可愛嗎 真的好可愛 我喜歡這個字都不同顏色 好可愛喔 而且我最近特別喜歡這種 大大件的T恤呢 就很適合練舞的時候穿 可愛 早上已經開始 是不是早上已經到了 開始跑不起來的時光了 就是秋天的那個氛圍 讓人很想賴在床上 可愛 因為我們練舞的會穿那種 比較要緊身一點的運動褲 我們是愛迪達愛好者 我們幾乎大家都有人手一條 愛迪達的運動褲 然後每次練舞都會穿那個褲子 所以 就最近蠻喜歡這種 大大件的T恤 給你們看 呀 是不是可愛 因為練舞的時候喜歡穿大件一點 看起來比較帥 太緊也不好挑 就喜歡大概 蓋住屁股的長度的T恤 而且我最近阿就是 因為秋天嘛 所以 有時候出門練舞 因為練舞一定是穿短袖 不然會很熱 謝謝鋼鐵韓粉 你送我雷叉 然後 而且練我會穿短袖 但是現在外面天氣又涼涼的 所以我都會穿短袖 然後再配一件外套 然後 我最近很常穿那件 黑色的 連帽外套 然後每次 在搭電梯的時候照鏡子 我會覺得天阿 這穿著的就是很 很大學生耶 但是我看起來超像大學生的 哈囉雙燕 謝謝你送我雷叉 謝謝博文送我蜂叶 有一種大學生的感覺 好像我要去上學一樣 哈囉 煙紅裝置屎 你好 最近有點想購入 其他件大大件的T恤 因為我以前很常穿 就是我們練習衣 我幾乎是穿白色的衣服 或是彩排的話 幾乎是穿白色衣服 然後我白色的T恤上衣 以前都是只有穿那個 Ager Face的衣服啊 不然就是 什麼腫筍那兩件 就那幾件在輪流 所以我最近想 看看有沒有什麼可愛的 大家有可愛的也可以 推薦給我看看 我剛剛在看那個 日本前輩的IG 因為我每次都覺得 日本前輩他們穿的衣服 很好看 我就很好奇 到底是 什麼樣的那個品牌之類的 然後現在不是很多品牌 都有網路的商店嗎 我想說可以去看看 然後就剛剛去看了那個 向鼎鼎美英前輩的IG 我就看 因為他很常發那個衣服的照片 而且他都會 Tag那個店家 所以我就去看了他的IG 然後看他到底都是 在哪邊買衣服 但我覺得 就是比較麻煩的是 因為他們都是那個 日本的品牌 所以就是那個 空運什麼的感覺比較久 而且運費比較貴一點 可是我覺得真的 日本的衣服都好好看喔 但是現在又沒辦法飛過去對不對 就只能網購 或是代購 但就是運費會比較貴 因為畢竟是空運 但我真的覺得 我真的 我真的每次去 就是以前去日本玩的時候 然後在那邊逛著 我覺得他們的衣服好可愛 好好看喔 而且很多樣 我覺得還是跟台灣 蠻不一樣的 我覺得 所以他們 的那個 衣服 品牌 或者是樣式 真的是 超級多樣 各種風格 然後 帥的 酷的 可愛的 成熟的 性感 全部都有 我每次去那個 那是哪裡 109那一棟 每次都逛到 吃不來 好可愛 好喜歡 那邊的 衣服 然後我也會去看一些那個 前輩不是會有一些 自創的衣服品牌嗎 像那個 吉田朱里前輩 還有小島洋菜前輩 我都會去看他們的那個 服裝品牌 但我每次看他覺得 那個運費好貴喔 而且我都 我真的是不太會用那個 國外的網站 訂貨耶 因為我不知道 到底是要怎麼用 真的是一定要刷信用卡 但是我沒有信用卡 好像不能貨到付款 很多 國外的那個 網路 商店 都只能信用卡 但是我沒有信用卡 很困擾 每次看他很好看的衣服想買 但是都是因為 就是國際的那種 沒辦法貨到付款 就很麻煩 所以就打造這個念頭 但真的是覺得很好看 我很喜歡他們 我覺得他們的那個 T恤的設計很可愛 而且常常會有一些聯名啊 什麼的 可以借卡給品牌 品牌什麼 欸我有去 試著要辦過信用卡 但是就是 他不讓我辦 他不給我過啊 因為他那個信用卡 就是有很多限制 什麼你的 就是帳戶的那個 金額要到多少 他才會給你辦 不然他怕你殺了 然後繳不出來 所以他會看一下你的 帳戶金額等等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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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工作之類的 然後再來審核 你到底能不能擁有這張信用卡 好像是我帳戶的金額太低了 他不給我過 是該辦卡的時候 因為我有時候也會覺得就是 出門要一直領現金很麻煩 就是或者是要一直帶著很多現金在身上 就是很不太安全 就確實有那個卡的話比較方便 我覺得好像可以去用那種就是 他只能刷你戶頭裡面的錢的卡 就是不要是那種可以一直刷一直刷 因為這種很危險嘛 就是一個沒有控制好就會超過你的 預算 所以我覺得好像可以有 不是有那種 那個就是只能刷你戶頭裡的錢的那一種卡 就好 簽贊卡就好 用扣腳平安申請 油質的試試看 我現在是只有提款卡啦 但就是沒有那種可以刷的那種 簽贊金融卡 當然我覺得信用卡還是一個蠻可怕的東西 我自己也不太敢用 我覺得他有限制的那種比較好 我覺得他有限制的那種比較好 就是不要一直刷到很高的金額那種 可以問詩雅 記得他以前也不行 最近好像有卡了 之前或者是用郵局的在刷 只能刷自己帳戶裡的錢 我覺得只能刷帳戶裡的錢比較安全一點 不然很可怕耶 一個不小心就會變成欠卡債 很可怕 大家用信用卡還是要注意 就是是不是在自己的能力範圍內 提款卡可以開信用卡功能 真的喔 那我去研究一下 這樣就比較方便 也就是你刷的那個當下 他直接從你的帳戶裡面扣錢 這樣其實很方便 你就不用每次要購物或是買東西 要一直去領錢 或者是你要買一個東西 但是身上沒帶錢 你就還要特地跑去什麼便利商店領錢 就覺得有點麻煩 去郵局半個 好 那我研究一下 這間好像賣前輩他們品牌的衣服 好好看 但我剛剛去看了日本的衣服品牌 我發現他們服裝還是偏貴 我真的還是比台灣貴 就是那個驚訝的部分 我覺得對我來說算偏貴 所以有點下不了手 大家覺得好可愛喔 為什麼今天這個臉 這邊一直有一道特殊的光 我覺得今天鏡頭比較清楚耶 Why 是因為今天陽光比較沒有從後面照出來嗎 沒有濃濃濃的感覺 日本新枝水準高很多 做品牌都會蠻貴的 他們服裝品牌真的好多 很好看 但小貴 有點下不了手 西洋桿建議林晚飯不要用主角貨 但是我近期買到很喜歡的衣服 因為他的大小也差不多 是我喜歡的那種大小 就是微大箭 但又不會太大箭 因為我很小隻 大家有聽懂嗎 我有點矛盾 就是想要大箭 但又不要太大箭 聖聖柏惟的LOVE 金日如聖光 真的最近很喜歡這個耶 很可愛 袋鼠 對他是袋鼠的 牆狗 他也有出男生的 大家 如果想跟平函親女裝的話 也可以自己去看看啦 難道UNIQLO日馬還便宜一點 喔對UNIQLO跟GU 因為我本身也蠻愛這兩件 而且他的那個價格 就算我還可以接受 所以我在台灣其實也蠻常過UNIQLO跟GU 但是我發現日本的 就跟台灣的 雖然都是同一個品牌 但是他們裡面的衣服還是很不一樣耶 因為我之前也是去日本的GU逛 還有日本的UNIQLO 我覺得還是跟台灣的Hall 就是那個衣服還是很不一樣 就還是感覺他們還是會依照地區去 去出就是比較適合當地風格的衣服 但我自己是很喜歡在日本街頭逛街 真的很喜歡他們衣服的設計跟風格 這樣你要穿M跑 這件是XS欸 我發現那種比較潮牌啊 或是一些日本的那種 比較元素一點的服裝店的T恤 他們都做比較大件 所以大概XS就可以了 但是如果是一些台灣的品牌的話 可能就要穿M 但我們公司出的聖誕T 是不是也是算是蠻版型 也要偏大一點的衣服 因為公司聖誕T的話 感覺我是 就是S的size 就是我喜歡的這個大小 差那麼多 HELLO TTP 不想搶 我覺得潮牌的那個衣服都蠻大件的欸 因為我最近是XS 就是我喜歡的那種大小 但是如果可能在UNIQLO GU買T恤的話 這種大小的話可能是M或是L 或是一些運動品牌愛迪達 我發現他們的衣服也是偏大件 聖誕T應該是一般版型 對 那我應該是穿一般版型的F 然後如果是比較女版一點的版型 應該會穿M 品寒的超絕可愛設計好了嗎 欸我後來有試著 在那個我的聖誕T上去看又不要放置 結果後來決定算了還是不要放置 聖誕T版型 我也覺得聖誕T版型算偏大欸 就是以T恤來說 就算是寬鬆的那種 就是是我喜歡的那種版型 謝謝金用送我擂茶 聖誕T算大吧 對我也覺得 就是大概那個版型的S 就是我現在喜歡的那種大小 好期待聖誕T 可是比較就是有點少女 希望大家不要太介意 是少女的設計 一件可愛的衣服 期待生日T 有閃電圖案嗎 沒有 設定可以聯名喔 Super什麼什麼系列 看不到極度可愛了嗎 我後來覺得就是放置有點 不知道有點不符合我的設計 所以我後來就算了 我就照原本設計 照穿 我說我的還算可以穿出門啦 如果是女生的話應該可以穿出門 但男生可能有點害羞 畢竟就是那個配色你知道 那個顏色 但如果是 就是女生的話 完全是可以你配一般什麼裙子 我之後如果那個聖誕T出來 我再搭配給你們看 真的是短褲啊裙子 都可以搭的一件 簡單好看的上衣 女生很適合穿出門 男生可能有點害羞 但我覺得還算是男生可以穿的 就是 底的話還是簡單的顏色 就是這個T恤的顏色 是男生完全沒有問題的顏色 但是字的顏色就是比較少女一點 全字穿起來 你們放心 底色絕對是大眾可接受的 就是最簡單的黑白灰其中一個 直接工廠 字的顏色就還好 好啦直接跟你們說 底色是黑色啦 是黑T黑T 錯不了了 不小心爆雷 但字的顏色就比較少女一點 所以大家應該還行還行 字的顏色還行 我想說黑或白的話 大家比較容易穿出門 而且我自己也敢穿出門 因為我還是覺得其他顏色T恤 有點難駕馭 因為我想說 如果我出了聖誕天 我想要練舞的時候可以穿 所以就是 我就選了一個我平常可以穿出門練習 練舞可以穿的顏色 哈囉小白午安 謝謝阿華的醫用口罩 謝謝小白的我來簽到 哈囉 哈囉 剛在聊聖誕題 對 剛在聊聖誕題 不知道你們會不會喜歡 但我真的是 我的設計是 走一個就是 不是那種插畫很厲害 因為你們也知道我本身不是很會畫畫 或寫字 但是我對一些排版阿什麼 就是 每邊還算是有興趣 你們也看我平常IG限動阿 或是排版之類的 就是如果 我真的是沒辦法這種親筆 然後畫出一個東西 就是這種畫畫我不行 但是 一些如果你有一些可能 電繪的素材阿 或是網路一些圖拼拼拼拼 或是描 描一些東西的話 就是在一些 我就是算設計排版排字 排列組合上 我覺得我還算還行吧 就是如果有圖給我擺拼拼拼拼 或是簡單的小 插畫在旁邊我還行 但是就是沒辦法 就是拿筆就隨手 可以畫出一種東西 就是我不是偏向這種畫畫 我是比較偏向 喜歡 設計 跟排那個 版 排版阿 是這樣說 我不知道怎麼講阿 所以你們知道 IG限動的那種排版 就還行 但是畫畫不行 小子的話 到時候你們都知道了 我先不多說 但是是一件 簡約 然後 蠻有 蠻 嗯 跟我蠻有關聯的一件提示 我在說廢話嗎 誰的聖誕片會跟本人沒有關聯 算是一個蠻可愛的小設計 我覺得 就是算 算是我的 那個設計的圖裡面 算是有我的 本人的萌點在裡面 就是我自己覺得我還蠻 讓大家印象深刻的一個東西在裡面 跟你們關聯 跟你們關聯 我們也不會買 然後是一件 可以 互動的衣服 這樣大家會期待一點嗎 可以互動的衣服 大家到時候可以 仔細的看 我的那個 設計理念 你們都會懂 什麼叫 可以互動的衣服 謝謝 新衣子送我 幸運思野草 欸我覺得我今天穿白色好像 整個畫面看起來比較 清晰欸 還有臉的顏色 我覺得好像比較美 是因為白色的反光嗎 今天的那個畫面感很好欸 那個光線 是很清晰的 很明亮 好好看 還是因為我太喜歡這件衣服了 Cangaloo一直想幫他夾上衣 Cangaloo 護重的衣服 該不會在上面是寫 又在自戀 又在自戀 今天終於 我覺得是因為今天的光欸 今天的陽光沒有這麼大 有點陰天 所以我覺得好像 今天的光蠻好的 哈囉桃寶哥 桃寶哥 晚安 我覺得我自然捲又出來了 想去燙汁 但是不是也差不多要換公式法 不知道欸 我在等下一次換公式法的時候 再去整理 不然不想要花費太多錢 整理頭髮也是一個好花錢的東西 每次一個燙頭髮 還有 甚至藍頭髮也都很貴 那好幾千塊 我想說 那就等下一次要換公式法的時候 再一併整理好了 現在就先忍一下 我是有點想燙 再燙子 因為那個 又開始自然整 然後稍微修剪一下下 但不會到太短 應該目前還是長髮 不會到太短 想換回黑場景 我下次應該不會整髮了吧 對 我應該是不會整髮 因為我有時候整個整髮有點麻煩 因為我本身蠻容易流汗的 整髮的話 一流汗就會掉嘛 然後又要補就有點麻煩 頭髮毛毛躁躁 上禮拜的放下 我保留還很齊 整髮退散 應該不會再 不會整髮的下一次 我真的覺得每次整髮都在搞死日記 然後表演成還要拚命整 而且我整髮以前要30分鐘 現在進不到20分鐘 但還是蠻久的 謝謝阿哈送我擂茶 我應該會直髮 哈囉 大家我休息一下 我今天肚子有點痛 但我有吃止痛藥了 應該有好一點 但還是有點痛 真的我不適合整髮 我自己個人 就是試過整髮之後 我自己也是比較喜歡直髮 我覺得 因為我那時候沒有試過 絕髮我想說各種都可以試試看 但我自己好像也是比較喜歡直髮 我自己也蠻喜歡直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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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喝個水 喝個水 喜歡帥品 謝謝超高的擂茶 身子調好 沒事我到禮拜天已經好了 你們懂的 就是女生一個月一次的那個 今天第二天 這球很cur 啦 溫溫 很受不了 萬萬能演唱會 好玩 會不出什麼啊 很透欸 真的是每個月都要經歷一次 好累好累喔 我真的不能和平的 我真的奉勸各位女孩們 真的不要喝冰的 真的有差 我每次只要 就是因為我有時候日期會忘記 然後我就真的是有時候忘記 我就會在 因為我有記得的話 我就會在前一個禮拜 就是控制自己都不要喝冰的 這樣那個月就真的比較不會這麼不舒服 那我就是這個月就是忘記 我到底是幾號 然後我就在 就是有喝冰的 然後就是不舒服 超不舒服 真的奉勸各位女生不要喝冰的 很可怕 真的不要亂開玩笑 雖然我就是 雖然我已經有很多慘痛的經驗 但我還是每次都不小心喝冰的 然後就是會害死自己 記得去送菸樹下挖巧克力 我才覺得 好想吃巧克力 我被你們一說我現在好想吃金沙 我好像有拿到那什麼金沙兩入58元的便利商店折價券 好像可以去買一下 如果剛好卡到表演的話 就只能吃止痛藥啊 不然沒辦法 但還好 還好沒有卡到表演 還好沒有卡到表演 不然真的是會 震亡欸 我真的覺得這不很開玩笑 如果剛好很不舒服 然後又reset 真的會身體會受不了 我真的覺得會昏倒 那種 因為我自己是會 有時候不舒服 真的是會不舒服到冒冷汗 今天小巨蛋一周年 真的假的 耶 小巨蛋一周年快樂 用金沙寵愛他 金沙很好吃欸 超喜歡金沙的 大家以後不知道送什麼可以送金沙 欸對 好像不能送吃的對不對 好吧 可以送可愛的T-Shirt 我會很開心 在幫大家想那個要送什麼 不然每次應該大家很困擾 是不是 我之前有一次就是卡表演啊 好像是卡到mini concert吧 我之前有一次卡到mini concert 然後我記得是mini concert的前一天 對mini concert前一天 然後那天我早上起床在化妝的時候 超級不舒服 然後那天早上又要去練舞 然後練完舞之後要直接去那個 屋眉劇院彩排 然後我早上就是痛到完全沒辦法去練舞 我就跟老師請教說我沒有辦法去練舞 我可不可以休息一下 然後我下午彩排再直接趕過去彩排 然後早上真的是痛到冒冷汗 就是痛到臉色發白 然後一直流那個冒冷汗 然後我就只能躺在床上完全沒辦法動 我最可怕的一次是去紅白的時候 也是就是回程的時候要搭飛機 然後因為紅白最後一天不是倒數 然後我們就各個姐妹團一起去吃飯 還有跟Takesisa還有各個姐妹團的經濟 就是去吃飯這樣 然後就是因為你們也知道日本餐廳沒有什麼熱飲之類的 他們的飲料一定都是超冰的那種 還有加冰塊的那種 然後因為當下的氣氛 而且我也不知道我那個就是已經差不多要來了 然後就是那個日本餐廳那個真的是很冰 他們都是加冰塊的那種冰飲料 或是什麼科爾畢斯一定是冰的而且還有冰塊 然後我就那個吃飯買不可能不喝東西 然後大家都很開心這樣 就喝了一杯很冰的飲料 可爾畢斯之類的吧 然後隔天真的是要搭飛機回台灣的時候 就是痛到一個爆炸 因為早上的時候我有吃一顆止痛藥 今天全裝今天還好 今天裝滿淡的 反正我早上在飯店有吃一顆止痛藥 但是我到飯店坐車都還好都沒事 就是微微脹脹而已 就是平常那個來的時候都會這樣感覺 就是都還好 但是真的一下車一到機場 就是要不是要check那個行李跟那個座位嗎 但那個要把行李拖運那邊 然後我真的是痛到一個爆炸 而且你知道日本機場就是一樓大廳 沒有什麼座位完全沒有座的地方 然後真的是哇塞痛到一個爆炸 然後也是開始冒冷汗 然後我在check那個行李拖運的時候 那個我就是整個臉色發白 然後一直冒冷汗 然後就是臉色看起來很不好 然後趴在那個推車上面 然後那時候是切晃跟我一起去了 然後他就是說 就是可不可以忍耐一下 還是我在旁邊先樓梯這邊坐一下 不是他說我要撐到那個check完之後 他要趕快再帶我上去 就是免稅電影那邊比較有座位可以坐 他說我們check完就趕快上去坐這樣 因為你那個登機的那個check時間 是有限制時間的嘛 就是你要在幾天幾分的時候去check in 然後他就說那我們趕快辦理完這個 然後趕快帶你上去說 那我是痛到一個爆炸 然後我記得我還被量體溫 因為那個就是脫便的那個地勤小姐 就看我臉色不太好又冒冷汗 他可能怕是什麼 怕有一些傳染疾病之類的帶上飛機嘛 所以他我覺得他空姐人也蠻好的 就那個航空公司的那個空姐 欸不是空姐 服務人也蠻好空姐也蠻好的 我之前應該好像有分享過的對 這是我最難忘的一次慘痛經歷耶 差點回不來 差點要在日本多住一天 我覺得地勤也很 很察覺就是不對勁 我覺得很重要耶 就是有這樣地勤很棒 不然真的是蠻危險的 如果是什麼傳染病的話 然後他就幫我量體溫 他以為我是發燒吧 因為在流汗 然後他幫我量體溫 我體溫好像34點多而已 還是35 反正就是體溫超低的那種 然後我真的是有一點快要暈倒 因為有一點就是頭暈 然後眼前有點亮亮的 就是有點真的是站不住的那種 然後體溫只有34 痛到一個爆炸 然後就就是趕快去旁邊樓梯那邊坐 然後拖運完行李之後就趕快上去免睡店那邊 有沙發可以坐 然後我覺得那是哪一個機場 成田嗎 成田對 成田機場 雨田 應該是成田 因為他蠻大的 對是成田 成田機場上面有一個那個 就是 在免睡店通往那個 登機門那邊有個長廊 那邊有一個就是頭錢 然後可以按摩的按摩椅超舒服的 然後他那時候就坐在那 然後他前面是一大片玻璃 就是可以看飛機這樣 然後就是我自己在那邊坐 然後切換去那個免睡店買一些 要帶回公司的一些就是 出差回來要帶一點半手禮 然後他就去免睡店買一些半手禮 然後我就在那邊坐 坐一坐就比較舒服一點 我就在那邊欣賞飛機 你知道嗎 我就是真的是那種按摩椅沙發 然後我自己坐在那邊 就千萬幫我買了一杯熱奶茶 然後就坐在那邊 然後就這樣看著飛機騎降 就有比較好一點 成田買不少 白色戀人有沒有 就我超難過 我都沒有掛到免睡店 我真的是 出國就是很期待免睡店 然後我就很難過沒有掛到 算是一個慘痛的寶貴的經驗 為什麼身體不舒服 記憶力還這麼難 因為真的是太痛了 痛到我完全忘不掉 謝謝小白的愛的抱抱 還有給你一個熊抱 我真的覺得我差點 我以為我們要在日本多住一天 因為我那個以為地情不會讓我們上飛機 所以這個身體狀況 他其實有問說你們要不要先 就是不要 就是先休息一下 然後再看狀況要不要上飛機這樣 因為他說飛機高空就是 在高空蠻危險的 就是如果你身體狀況不佳的話 所以他有建議我說要不要 就是你自己看狀況 再看要不要上飛機 我就以為他會讓我 就是不讓我打飛機 差點要多住一天 但是我記得我隔天好像還有工作 然後就沒辦法多多待一天 如果多待一天那個工作就開天窗了 所以我一定得回台灣 還好還好休息一下有好一點 我發現最最不舒服大概兩個小時 一個小時到兩個小時 是最不舒服 就是過了那個時間點 他就是會很peace 就沒事了 差點直接一擠 真的差點回不來 但還好那天就是 我知道我原本機票是跟切換 就是分開的座位 但是那個空姐的很好 他說就是你朋友不舒服 那我幫你換比較靈 坐在旁邊的位置 他就幫我們換坐在一起 因為就是真的好貼心 有那個空姐的很棒 而且在登機的時候 他還把我們的 就是我第一次在機場被廣播名字 這是第一次在機場被廣播名字 他就在等飛機的時候 已經要登機 他就廣播我們兩個的名字 然後叫我們先過去 他就讓我們先上飛機 他說就是你身體不舒服 我們讓你先上飛機 我就說天哪 就是我在check那個行李的時候 然後他們就有注意到這個人了 就好貼心的感覺 然後他就讓我們兩個先上飛機 然後也是因為換座位 我才拍到那個富士山嗎 我記得我有放照片的IG 就是1月1號的那個富士山 上面有雪的那張富士山照片 還是因為換座位 才換到那個座位 看到那個富士山 這整個也算是 就是因禍得福嗎 算是這樣說嘛 因禍得福 漂亮 慘痛的眼 那面次之後後來就想說 不行 再也不喝冰了 這個還是很不乖 還是會喝冰的 然後還是偶爾會超痛 小確幸 目前最慘痛的經驗 應該就是這兩次 這兩次是痛到冒冷汗 那種 生理是每個月的貨嗎 真的是每個月的貨欸 女生好辛苦喔 我很像是那種完全無感的人 而且我是真的生理會感受到 他要來了的那種 而且我都是超準的那種 我真的會感受到 會感受到一種肚子往下掉的感覺 大家應該很難體會那些感覺吧 沒有情深經歷應該很難體會 真的會有一種 喔他來了 他要來了的感覺 一種整個身體的下腹部 裡面東西在往下掉 真的整個肚子往下墜的感覺 我不知道怎麼形容 反正很特別 他的那種痛也不是你平常肚子痛的那種 跟平常胃痛肚子痛完全是不一樣感覺的那種 怎麼說 有點像是有人在踹你的下腹部 有人在踹你的下腹部的感覺 然後是一陣一陣的這樣 好難形容喔 真的你的下腹部好像被踹了好幾久 然後一陣一陣的 大概每五秒會try一次 謝謝Alpha送我蝦子 不是蝦子是玫瑰 看錯 誰來踹我讓我體驗一下 能先知道他要來 我覺得要記住日期很重要 因為他也是一個忙大概什麼時候 你都可以預先先不要喝那麼冰的東西 品蘭泡高滿我還好耶 謝謝小白的愛的寶寶 謝謝小白的 我要選擇死 什麼 謝謝小白的禮物 謝謝 燈火的擂茶 有沒有壓力大到 我還好耶 我都蠻正常 只有上個月比較不正常 上個月有點日期不穩定 但這個月就還好 我覺得有來都沒事 因為有的 有些成員是 就是因為 很多女生應該有時候都會蠻不正常的 就可能壓力大 工作忙啊 然後就會不正常 可能兩個月來一次 或是一來就來一整個月這樣 就很不正常 那總就要去看醫生 我覺得這個東西 影響女生真的身體蠻多的耶 就是他一個不正常 你整個身體都會不正常 所以我覺得很重要 就我覺得也沒有什麼好害羞 去跟大家討論或是聊這件事 因為我覺得就是 就是每個女生很身體正常的東西 而且也是對女生來說 是個蠻重要蠻需要好好注意的東西 所以我覺得沒有什麼好害羞 或跟大家聊 這是很平常的東西嗎 而且我覺得男生也非常需要 瞭解這個東西 所以可能姐妹 有妹妹或姐姐啊 或是媽媽 甚至是女生的朋友 或是未來的老婆啊等等 我覺得這個都很重要 所以男生也是需要瞭解一下這個事情 男生女生都該知道 所以 女生這個來的時候 男生要貼心一點 因為真的是蠻不舒服的 真的覺得蠻不舒服的 就是那個不舒服感很難去形容 所以大家要貼心一點 如果身旁就是女生朋友 很不舒服的時候 這時候真的非常需要人照顧 我真的覺得很需要人照顧 因為有些女生會不舒服到完全沒辦法下床 像我有時候 就很需要別人幫我 可能倒個水啊之類的 大家都很貼心 好像不用特別貼心 在我面前餅乾掉好多片 非常尷尬 你有沒有幫他剪 三秒內還可以吃 品還需要什麼的 我需要巧克力 這個時間點非常想吃巧克力 他覺得這幾天就是需要好好休息 還好我在reset公演前耶 不然真的會不行 真的不行 還好還好 就也算蠻慶幸的 這個時間點 這樣reset公演的時候 就可以好好表現了 就不會受到影響 我說的餅乾是女生那種 你也可以幫他剪啊 沒什麼好尷尬的 只好把我自己泡成安華田給你喝 不然我去接熊貓看能不能外散 說到巧克力 你馬來西亞帶回來的美露吃完了嗎 吃完了 早就 早就吃完 早就吃完 敲碗營運讓我們送巧克力 好想吃巧克力喔 想吃 好期待我生日趕快到了 期待生日會耶 期待生日 很期待大家寫的信 我每個每一年都非常期待自己會收到什麼樣的生日禮物 不管是從朋友啊爸媽那邊得到的 很期待 好期待 21歲咧 快要21歲了 天啊 21耶 居然已經超過20了 謝謝變成新鮮檸檬的楓葉 20歲這年是過得蠻特別的一年 其實我覺得蠻精彩的20歲 我覺得我20歲這一年自己覺得成長蠻多的 自己有感受到十幾歲到20歲的一個轉換嗎 我就是明顯感受到那個心境的轉換 就過得還蠻開心的一年 今年會有雙馬尾嗎 我再思考一下 今年的那個生日會 又要穿那個嗎 那個聖誕節裝嗎 我真的覺得在12月每年是不是都要聖誕的主題啊 好久沒做過卡片 20這一年比較少出國 對啊沒辦法 因為疫情的關係 我今年想要使生日願望 就是希望疫情 各地的疫情趕快好轉 這樣才可以 就是出國 希望趕快好轉 是可以不用了 該高雙馬尾了這樣嗎 唉 要開始痛了 讓我躺一下 那真的是 一陣一陣的喔 不是希望收到巧克力 單馬尾用力超骨子 高雙不適合你 好像可以綁個馬尾啊 不覺得這口紅很漂亮嗎 雖然女生很辛苦 但女生的很多東西還是蠻美的 真的有很多可愛的衣服啊 還有化妝品可以買 我覺得這口紅很美嗎 我喜歡他的那個包裝 漂亮 而且他很便宜 賽上的 就是很賽上的口 便宜好用 寶雙男尾半獨角獸 好 要穿什麼 現在開始想生日會要穿什麼 人跟口紅怎麼比 當然是人比較可愛啦 人可愛 而且我今天腮紅顏色比較不一樣 今天是 橘色的腮紅 平常都是塗粉色 但今天塗了橘色 是不是也蠻可愛的 我需要小貝貝來安撫我疼痛的心理 痛 我跟他們說有一個方法 我不知道是心理作用還是怎麼樣 就是我每次那個來很痛的時候 就是下腹部很痛 有人在踹的時候 然後我都會拿我自己的小貝貝 敷在我痛的地方 然後就會覺得好像比較不痛了 我不知道是一個心理作用嗎 比較安心的感覺還是怎麼樣 就會覺得比較舒服 謝謝碎碎虎送我擂茶 口紅顏色美也要遇上對的人 美嗎 需要小貝貝來拯救我一下 應該神情的小貝貝 痛痛飛走 聞一下 聞一下 好香喔 然後把它放在我肚子上 小貝貝自動發熱哪裡買 他就是會有一種 不知道耶 就是放在上面就比較不痛 我等一下直播結束要去躺一下 應該會舒服一點 安全感到於疼痛 我也覺得應該是安全感 比較有安全感 我現在把它放在我肚子上 而且我都會就是把它 就是不要隔著衣服 就是真的是直接放在肚子上 這會舒服很多 不先買個巧克力 再吃再去巧克力 可是我好懶得出門喔 出門還要走去便利商店 好遠喔 還是我要外送巧克力 有外送再送巧克力了嗎 是不是太奢侈了 為了吃巧克力 然後叫外送 這時間連續兩天 但我覺得明天應該就 我覺得應該到晚一點 就不會痛了 最痛就是第一天 跟第二天的可能兩個小時 那時間一過就不會痛 所以應該還好 小貓外送 外送巧克力 這也太奢侈了吧 而且為了吃巧克力 還麻煩人家外送 好香喔 真的好香喔 他會把他圍在我的脖子上 跟小微丁的概念 好舒服喔 他的味道一直飄上來 舒服 我就是小時候一直到現在 都會這樣圍著耶 睡覺的時候也會 然後做什麼事都會這樣圍著 你只叫巧克力外送人才開心 輕鬆的一個訂單 真的嗎 那等一下去看一下 是Win Win雙贏 可是這樣還要付那個外送費 不罰算耶 為了吃巧克力還要送外送費 你用優惠 我沒有優惠券可以用啊 我沒有優惠券 我要翹片去送外送 還說等一下順便一起叫個午餐之類的 就是臭那個運費 每路泡一泡 我剛剛有吃紙通藥 應該等一下就比較好 UberEat的十位優惠 UberEat有十位優惠是嗎 我等一下看一下 不知道我忘記有沒有用 外送都負獻還是有卡 我外送負獻欸 負獻比較多 或是 如果我用卡的話 我記得我是用室友姐姐的那個卡還是什麼的 然後我再付給他錢這樣 就是用他的卡登記 然後我再付給他錢 你還有超過課嗎 沒有欸 我都有乖乖上課 如果我每日上課我就會請假 雙瓶寒三級免運費加免付費 真的嗎 塔瓦哥趕快來送外送給我 免運費又免付費 多好 紅豆湯好像可以吃個紅豆湯欸 因為我這金子很想吃豆花 好像可以喝個紅豆湯 卡烏我不拐抱歉 放開就請假 沒被遞就不請 我真的都會請假啦 紅豆湯再加給熱線炒 不會 他又在try我的肚子 好痛 肚子被 又被串 應該是折30 如果25 有人的運費還可以折30 真的假的喔 那我等一下看一下UberE 罵他 我真的真的是躺在椅子上欸 沒有坐起來過 這樣比較舒服這個姿勢 但有時候一直躺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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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會很想吐 我有一次也是月經來到很想吐 有一次是痛到吐欸 就是因為太痛不舒服 然後我就一直躺著 吃飽飯就躺 然後躺起來又吃吃飽飯又躺 然後就因為吃飽就躺了 然後加上那個來 胃 連帶著胃跟肚子都很不舒服 然後又很脹脹 我真的是吐欸 就吐 然後我那兩三天都超不舒服 就也不是 也沒有感冒那種什麼 但就是一直就是想吐 然後就吐了兩三次 然後從此之後 因為我那時候很堅決 我不吃止痛藥 因為聽說就是吃止痛藥不太好啊 常常吃什麼的 然後我就是堅持不吃止痛藥 HELLO脫乳獎 然後在那一次經驗之後 我真的是 只要痛我就吃止痛藥 不然真的是會痛到想吐 就痛到很反胃 更不舒服 所以我現在水乖了 我現在只要很不舒服 我就會吃止痛藥 HELLO脫乳獎 不要止痛藥 不會不會 我有在控制我 我還是 就是這樣很不舒服才會吃 止痛藥吃太多會有抗藥性 好像是 聽說就是太常吃的話 以後吃就會沒有效 所以我都是能不吃就盡量不吃 但如果有工作或是什麼的 就沒辦法還是得吃 今天到2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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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脫乳 你好 你不今天1點半 可是今天1點半 明天就會 要久一點 我想說 早死早超生 趕快播完比較好 我想說今天趕快播完 明天就可以播少一點 挺好的 我喜歡先把事情做完 我喜歡先苦後乾 對 是這樣說 先苦後乾 比起先乾後苦 比較喜歡先苦後乾 可是明天 不行不行 我覺得我會後悔 如果我今天播短一點 我明天就要播長一點 我明天一定會後悔 這樣好像剛洗澡 很舒服耶 吃藥還好 如果一次性增加劑量 就真的要注意 好 真相就有一個 明天會不會比較舒服 其實不好說 堅強的個性 你這樣好M 不行 我今天一定要播到2點 謝謝Carmen的真情道白 我覺得我這樣躺著躺著 應該一下就到2點 我覺得我可以的 可以 奇怪的堅持 一個禮拜不是現在幾乎都是播兩天嗎 然後就喜歡 就是先播的那天 播久一點 然後後播的那天 播少一點 這樣我自己內心會比較開心 這是有什麼 我趕快把事情做完的感覺 我等一下躺在床上 繼續逛我的日牌的T恤 好好看喔 但真的好貴喔 為什麼要掛毛巾 沒有這是我的小貝貝 他可以讓我比較舒服一點 因為我今天不舒服 這是我的小貝貝 讓我安心的存在 不要堅持在奇怪的地方 我喜歡先苦後乾嘛 下次只播一個小時 心情會不錯 看來品行應該也是在學校 對我也是會先在學校 把作業寫完 我跟你們說 我國中的時候 不是會有回家作業嗎 然後都是 在下課的時間 趕快把它做完 這樣就不用背這麼多書回家 回家還可以看電視 超爽的 我以前就是很爽要回家 就會看那個阿良 或是 看那個烏龍派出所 或是看那個 那個我們這一家 就是我回家的時間 剛好這兩個在播 所以我都喜歡在學校 先寫完作業 這樣回家可以看電視 輕輕鬆鬆吃晚餐 多棒啊 我真的是會在學校下課 時間狂寫作業的那種 然後我下課就只去上廁所 都不去操場玩 我下課就只寫作業 竟然是烏龍派出所 而且學校還可以 跟同學一起討論 就可以寫 比較快一點 比起自己在家 單打獨鬥 我們同學都是 一起在那邊拼作業 然後回家 就不用做事 烏龍派出所 作業寫很快 欸我超喜歡看烏龍派出所的欸 那算是我放學的一個小小放鬆時間 皮膚白不是沒道理 因為我下課都不出傳 不是啊 出去玩操場人很多 然後 我又很怕被籃球K到 因為操場上都是男生在打籃球 我超怕被球K到 所以我很少跑操場 請問山田的特殊能力是什麼 不知道欸 山田有什麼特殊能力 畫畫嗎 隔天車同學 本田的 噢本田嗎 本田的特殊能力 就是他一坐上摩托車就會 就會變一個人啊 然後他妹妹的話 是一坐上大象就會變一個人 6點直接看百分百 好像我以前也很愛看綜藝節目 就是以前還有那個康熙來了 然後 什麼大學生了沒 還有很多綜藝節目 就蠻喜歡看 酷喔烏龍派出所高手 我真的每一集都有看 我從小學就開始看烏龍派出所 小學的話是 一下課到安清班老師 會有先 會先有一個點心時間 然後我們安清班在吃點心時間的時候 我們的那個年級的老師 都會放烏龍派出所的DVD給我們看 所以我真的是 每一集都看過 是烏龍派出所的高手 翻杜羅唇法練起來 點心時間 對我們以前的那個 安清班會有點心 我知道小學也是過蠻爽的 就是一下課從學校 做娃娃車到那個安清班 安清班 然後安清班都會訂一些 麵包啊 紅豆餅啊 或者是一些 他有合作的麵包店吧 然後一放學就有 到安清班會有點心時間 可以吃麵包喝茶 然後吃完之後就 開始寫學校作業這樣 然後寫完之後 安清班還會有一些評量 就是先幫你 預習或複習你學校的進度 然後寫一寫上個課這樣 然後下課回家 那些點心我最喜歡 我想一下 我記得我小學的時候 超討厭一個麵包的 剛年級就不開心 以前安清班會訂那種 你們知道有一種麵包店 應該麵包店都有 他有賣那個 花生奶油夾心 我超討厭吃那個 而且我也超討厭吃奶酥麵包 就他很膩 我超級討厭那個 花生奶油夾心 我覺得那超 超級油油膩膩 我每次只要是那個 我都會送給別人吃 你們知道那個是什麼嗎 就是 找一下圖片 方方的 然後是花生奶油夾心 找一下圖片 花生 小時候永遠的四十三片 送到餅比較養樂多一瓶 寫不完還不能回家 整個很傻眼 那個我很愛吃 我最不喜歡就是那個 我到現在都還是不會 拒絕吃這種麵包 就是這個 給你們看 這個 這個 這種 我超討厭吃這種 通常麵包車可以看到 對這個 我覺得他的那個 太膩了奶油 我對花生本身是沒有什麼意見 但是 因為我也蠻愛吃一種花生麵包 就是他花生是包在麵包裡面 那個我就蠻喜歡的 但是這個有奶油 我覺得我是不喜歡他的奶油 他的奶油會讓我覺得很膩 很想吐 而且很油 有一種中間式布丁 草莓 草莓口味的我就比較可以 但是我真的覺得 花生跟奶油搭起來很噁心 草莓口味的話我可以 但 花生配奶油 真的不行耶 還有誰是你們意見 我覺得是這兩個東西搭起來 讓我覺得有點噁心吧 真的沒有辦法接受 不知道 我就覺得有點可怕 我沒有討厭花生 我很喜歡花生 花生很好吃啊 我喜歡花生 我蠻喜歡花生麵包 但唯獨不喜歡這個 我最喜歡的麵包我想一下 應該我蠻喜歡吃菠蘿麵包的 但是要那種烤的很脆的菠蘿麵包 然後還有那個 可頌 我也很喜歡吃可頌 可頌算是我最喜歡的麵包之一 可頌 然後菠蘿也蠻喜歡 花生本身帶油脂 可能加點奶油太油了 可能是吧 菠蘿麵包好吃 我很喜歡吃那個 有一間麵包店叫做山崎麵包 山崎麵包 我很喜歡吃那個 他們家的菠蘿麵包 然後是那個 巧克力口味菠蘿 因為它的那個菠蘿麵包上面 會撒一點點糖粉 然後就會咬到那個 卡卡卡的感覺 我超喜歡吃那個欸 就是它的口感 我很喜歡 會有一點點脆脆的 奶酥有奶味不太一樣 欸我奶酥我也不太喜歡 我沒有很喜歡吃奶酥口味的麵包 也是有點油油奶味 就沒有很喜歡 日法麵 沒有啊 山崎在台灣有吧 明太子法國麵包好吃 我前陣子第一次試了那個 明太子麵包 我很喜歡欸 很好吃 怎麼辦 我想要去買麵包 來找我早餐 大家知道該買什麼去 北車好像有山崎麵包 地下街好像有 我記得北車有 你可以Google一下 北車好像有一間 我到他們家麵包蠻好吃的 然後 山崎麵包 我還蠻推薦他們家有一個芋頭麵包 我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歡芋頭麵包 但他們家有一個芋頭還是紅豆 芋頭 我查一下照片 他們有一個芋頭麵包 然後是上面一絲一絲脆脆的 我很喜歡 中山在馬上北車地下街 有一家 大家如果有興趣 可以 如果你喜歡吃麵包的話 我找一下 芋頭看他怎麼用 但他芋頭的那個內餡有一點點多 我覺得他再少一點可能會好一點 太多會有點甜 這個這個就是這個 他長 他長這樣子 等我一下喔 喜歡波羅麵包應該也要來冰火菠蘿 他叫什麼 他叫鮮奶芋泥 然後是山崎麵包 他長這樣 這樣 就是長方形的 然後上面一條一條 我很喜歡這個耶 我覺得很好吃 這樣 這個 這是我蠻喜歡他們家的一個麵包 好像是我爸爸很愛吃吧 然後 他就買給我吃 然後就愛上 我還有蠻喜歡吃一種麵包 好像 蠻多 麵包店都會有的 我查一下照片 你們應該就知道我在說 這是哪家 那是山崎麵包的 我蠻推薦他們家芋頭麵包 拔拔斗吃 拔拔斗吃 我不知道那種麵包叫什麼麵包 我找一下圖片 他圓圓的 然後QQ的 外面有芝麻 然後外面酥酥的裡面QQ的 那是什麼麵包 那種麵包叫什麼 然後他外面有芝麻一點一點的 然後他長圓形 QQ麵包球 我不知道他關鍵字要搜尋什麼 那叫什麼麵包啊 你們知道我在說什麼嗎 蠻常見的 是韓國麵包嗎 對耶 對耶他叫韓國麵包 謝謝無其微 他叫韓國麵包喔 我很喜歡 這個算是我也算蠻喜歡的麵包之一 吃起來很像麻糬 對 這個 這個 我超愛在吃這個耶 他裡面QQ的我超喜歡的 你們有吃過嗎 這蠻常見的 很多麵包店都有賣 吃起來很像麻糬 我超喜歡吃這個耶 他跟可頌有的平 你們就知道我多喜歡了吧 這個 這很好吃 平板差點掉地上 不是都叫QQ球 他是韓國麵包喔 好吃Q的韓國麵包 麻糬麵包球 他好像很多名字 有吃過但不知道這叫韓國麵包 他是什麼啊 韓國麻糬麵包 韓國 麻糬麵包又稱韓國麵包 韓國麻糬球 主要流行地區為台灣韓國 在台灣地區稱之為韓國麻糬麵包 韓國稱之為芝麻利甜甜圈 或是芝麻利麵包 哦 原來這叫韓國麵包 這很好吃 這也是我 就是算是麵包中很喜歡的一個 一種麵包 好像比菠蘿麵包還喜歡耶 好像有勝過菠蘿 而且他真的很好吃很香 這裡面QQ外面又有芝麻的香香味 好好吃 好好吃 推推 還有那個蛋糕類的話 我很喜歡吃桂圓紅棗杯子蛋糕 你們知道我在說什麼嗎 桂圓 桂圓 那個也是我超愛的 桂圓蛋糕嗎 桂圓杯什麼杯子蛋糕 超級喜歡耶 我超喜歡這個 就是你知道桂圓什麼杯子蛋糕 超喜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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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好吃的 超好吃 我個人很喜歡桂圓 或是肉桂也很喜歡 我跟你們說我昨天吃了一個東西 叫什麼吉拿棒 因為我人生很少吃吉拿棒 就是知道這個東西 但是平常沒什麼在吃這個東西 然後也不知道自己有沒有吃過 然後我昨天就是第一次 不知道是不是第一次 印象中好像之前沒有吃過吉拿棒 然後我昨天就是吃了一個吉拿棒 超好吃 他也是外面酥酥裡面QQ 真的 天啊 不知道這樣好吃 我就愛上吉拿棒 我決定把它吃遍各個好吃的吉拿棒 不是電影院的 是那種外面 那種在賣的吉拿棒 然後是長這樣圓糊形的 很好吃耶 脆脆又QQ的 超好吃 而且他剛弄起來熱熱的 有驚艷到我耶 我就整個愛上吉拿棒 賣吉拿棒的點 超好吃 害我今天又想再吃了 我要不要叫外送叫吉拿棒來吃 好像可以耶 那個好好吃喔 謝謝櫻桃貓送我love 什麼都喜歡 我就喜歡吃甜點 喜歡吃甜點 桂圓蛋糕順成的好吃在天母 吉拿棒超讚 我沒吃過電影院的吉拿棒耶 我這次吃過吉拿棒之後 我下次想吃吃看 電影院的吉拿棒 不知道好不好吃 大家覺得好吃嗎 你們有吃過電影院的吉拿棒嗎 因為我去電影院都只會點爆米花 可樂 我從來沒吃過電影院的吉拿棒 學名叫西班牙油條 平安今天很多想吃 我現在說來說去 我現在 此時此刻最想吃的東西是吉拿棒 雖然我昨天還吃過 但我現在此時此刻想再另一次來吃耶 吃過電影院的但是沒吃過外面的 吃過電影院的但是沒吃過外面的 那你覺得電影院裡面的好吃嗎 爆炸好吃 爆炸好吃 你會不會炸太多 BB一開始只有巧克力 給我點熱狗寶 跳凡 電影院吉拿棒肉粿味超重 可是我蠻喜歡肉粿的 我看伯爺也蠻喜歡的 電影院的瀑布 電影院是吃氣氛 好像是耶 但電影院的覺得比外面好吃 欸我跟你們說你是不是沒吃過外面的 我昨天的那個真的是超級爆炸好吃耶 那是什麼什麼店啊 忘記了 S開頭的 爆炸好吃耶 感覺看電影就要吃一根 跟您傳染一下餐點 吉拿棒韓國麵包 都好想吃喔 我覺得品牌要去電影院點一個來吃 還是電影院的吉拿棒可以不看電影吃嗎 我可以去排隊那個就是美食部那邊 然後排隊說我要一個吉拿棒 但我沒有看電影 是可以的嗎 是真的可以的嗎 因為我不知道 可以吧 等你report 我沒試過耶 可以有 一定要電影票才能買 反正可以帶外食 怕采雷可以自己買 吉拿棒 吉拿真的棒耶 我查一下是品牌嗎 我看一下包裝就知道是不是我昨天吃的那家 我查一下 C H什麼 Street S T R E T Street Chorus 對好像是就是這家 我昨天吃的叫就是這家 什麼 Street 我不知道怎麼念 Street Chorus Chorus 就是這家 我覺得很好吃耶 超好吃 好像在我是訂那個國父紀念館嗎 國父紀念館好像有一家 我昨天在那邊吃的 我吃的 我吃的 吉拿 好好吃 我下次下次要再去吃一次 吉拿棒專門店 吉拿棒專門店 對它是吉拿棒專門店 真的好好吃 我又想吃了 有肉塊粉的話還可以舒緩現在身體狀況 我心動了嗎 我心動了 我昨天吃的是堅果口味 我很喜歡 我今天蠻想吃吃肉桂口味的 快送點起來 想吃 點起來 是真的好吃 明天直播前點一下吃給我們看 不行 吉拿棒在房間吃會掉粉 不可以在房間掉粉 而且我像是不可以掉粉的 吉拿棒竟然是做成彎 想著想著就不痛了 真的耶 我好像不痛了耶 好像不痛了 你正寒意飄過 謝謝野奶送我香檳 會掉的滿地都是 其實是肚子餓嗎 不要在活動現場吃 欸我剛剛說每次吃什麼絕餅啊 或是會掉粉的東西 然後那個 之前跟簽號去吃絕餅 他就說你怎麼吃成這樣 你這樣吃到掉粉不行 偶像是不可以掉粉的 從此之後呢 我就很少吃絕餅 會很香嗎 可以拿來辦公室茶 可以同事嗎 我覺得他不是香味香 他是吃起來很好吃 Saku Saku 是Saku Saku嗎 脆脆 臭畫面 吉拿棒 吉拿棒跟那個 有一個日本的閃電泡芙 Saku Saku的那個泡芙也超好吃的 這兩個真的是神級美味甜點 謝謝阿華送我雷茶 謝謝阿華 神好吃 吉拿泡芙 吉拿熱狗 好想吃 我想吃耶 我等一下想叫外送 我想叫外送了 我現在看到還有菜單天阿 流口水 吉拿棒 很棒我想吃了 閃電泡芙 聽過 閃電泡芙也超好吃的 Saku Saku 好像在北車的那個二樓有一間 超好吃 等一下抗爭 等一下抗爭 我想吃了 結果我們跟外送品 應該有吧 給他看一下 大家一起就 好吃 大家如果現在在辦公室 可以跟那個 同事團購一下 要不要一起吃吉拿棒 真的很好吃喔 你們一定要跟我一起 就是 這個好吃 我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這樣子的喜悅跟感動 大家 一定要跟我一起吃吃什麼 叫吉拿棒的玫瑰 而且他送到要馬上吃喔 因為他熱肉的最好吃 吃到現在把閃電泡芙 蛤我覺得很好吃耶 他剛弄起來的很好吃耶 蛤 今天萬萬萬在 那大家不要現在此時此刻 跟你旁邊的人 就是一起 一起定 大概一定要跟我一起享受 這份美味 最近的離你30公里 假日上台北再去嘗嘗 我覺得這間蠻好吃的 推推 大家如果有 這禮拜日 這禮拜有reset公演 上來台北的話 可以去試試看 請到棒站站 好吃 烤物決定晚上去逛夜市 還是聊天室的一起團工 我最近還很想吃那個 一個東西叫肉桂捲嗎 因為我就是IG不是上面會有 很滑到很多廣告嗎 我覺得我就是很容易受到廣告影響的人 我覺得廣告對我這個人來說算是蠻有用的 然後 就是會有一些 就是滑到廣告 然後有一次我就滑到一個肉桂捲的廣告 然後他是在訂那個肉桂捲 我就說看起來超好吃的耶 最近很想吃吃好吃的肉桂捲 大家知道哪裡有在賣好吃的肉桂捲嗎 好想吃肉桂捲 我要買下班路上日到的吉拿棒專賣店 請你一定要tag我 我很期待看到你的吉拿棒喔 看過一次我就會想吃一次 這東西 肉桂捲好吃的也超好吃的 我目前吃過我唯一吃過一次肉桂捲是在之前 我不是有發一個早午餐店嗎 一隻袋鼠的那個早午餐店 他的肉桂捲就蠻好吃的 那是我人生第一次接觸肉桂捲 然後對他算是有蠻好的印象 所以我蠻想吃吃看別家的肉桂捲 咖啡廳通常都有 用吉拿棒守護罩 怎麼辦 我覺得我最 我好像吉拿棒有點愛到 我想把我的那個 LINE的那個封面罩換成吉拿棒 會太愛嗎 我覺得我有點被吉拿棒充婚頭 好像有點想把那個桌布還是什麼 封面罩換成吉拿棒 還是我在LINE的那個動態消息打吉拿棒 有吉拿棒的MOG嗎 我好像有點被他充婚頭了 這個人壞掉 因為我現在的那個 手機封面是貓咪的肉球 我覺得吉拿棒好像有點 就是超越他耶 不行不行不行 貓咪肉球在我心中還低 但是我就是一個被充婚頭 吉拿棒信徒 吉拿棒人生 吉拿棒真的好好吃喔 我今天一定要再吃一次 不管 我晚點問一下室友姐姐想不想吃 我們一起訂 如果我晚點有叫來吃的話 我再拍限動給大家看 真的好好吃喔 天啊 肉球有吉拿棒的對決 不行我要帶來看一下吉拿棒的圖片 我要看一下吉拿棒有沒有什麼可愛的封面照 可以換成桌布的照片 吉拿棒桌布 看一下有沒有好看的照片 吉拿棒偶像 吉拿棒桌布 看一下有沒有好看的照片 吉拿棒偶像 快來找我 我覺得他會把他吃的很好吃 幫他拍很漂亮的照片 而且我真的是最佳代言人了吧 我這麼會說 大家都是不是被我說 欸說我很想去買了 是不是很好用 找我代言就沒錯 欸結果沒有什麼好看的桌布耶 完全查不到 這是什麼爛關鍵字 我是不是打吉拿棒可能還比較會出現好看的照片 謝謝金佑的翻白眼 謝謝金佑的翻白眼 吉拿棒 整個都沒有可以當作的照片 可惡 還是我應該打這個品牌 因為他們家吉拿棒做的很好看 是不是應該打這個品牌 Sweet是什麼的 之後就可以說 大家好我是吉拿品函 爆品函名字有折扣 好好看喔 這張蠻好看的啊 有一張蠻好看的 可是他是橫的 不管 要先存起來 我放在我桌布都好 現在iPhone不是更新嗎 就可以放照片在那個 那個主畫面上 我等一下就要把它換成吉拿棒 我的吉拿棒在哪裡 我的吉拿棒在哪裡 大家以後就要做吉拿棒的應人扇 然後就舉起來 就是你要做成吉拿棒的樣子喔 以後大家就把那個吉拿棒舉起來 我是不是應該在我的聖誕地上畫一個吉拿棒啊 完蛋了 這個吉拿棒現在衝上我第一名 我是不是要在我的聖誕地上畫上吉拿棒啊 在這裡 在這裡 不行我要冷靜 我不能那麼衝動 他真的是好吃到 而且他好好看喔 但他照片拍很好欸 怎麼那麼厲害啊 我又找到幾張我很喜歡的照片 我等一下就要把它換掉 會影響燒量 有個回不去的甜不辣 欸吉拿棒比甜不辣可愛吧 吉拿棒蠻可愛的啊 大家可以叫我吉拿棒 我不介意 我的手指是吉拿棒我都願意 甜不辣的話我還好 但是我的手指是吉拿棒的話我願意 吉拿棒很可愛啊 我現在是吉拿棒腦粉 我reset下兩隻吉拿棒當王子 吉拿棒腦粉是我 要幫他說話 這照片很好看欸 不覺得很好看嗎 你有沒有看 他拍很好欸 很可以當托布 我要存起來 這樣也可以定 先存再說 加入照片 我也想拍這個照片 我下次有再去那個店 我要拍一下網美照 我也要拍這個可愛的吉拿棒照片 想吃 誰要成為吉拿棒黑粉 不行 應該沒有人不喜歡吉拿棒吧 如果誰不喜歡吉拿棒 我就 我就 不能怎麼樣 我就不能怎麼樣 我只能求他愛上吉拿棒 我就會覺得他沒口福 我昨天咬下那個第一口真的是 咖喳 我覺得好像可以來做個ASM啊 吉拿棒 真的很脆欸 而且裡面QQ的 然後他熱熱的 人生第一美味 我覺得這個世界上有 吉拿棒這個東西的存在實在是太幸福 真的太幸福了 我還在看吉拿棒 我看有沒有10分鐘 有人好像不喜歡肉桂味道 沒有他有很多其他口味啊 我不相信有人不喜歡吉拿棒 你好像可以BAN掉那個人嗎 我看一下他是誰 好我幫你BAN掉他 我要BAN掉你了唷 我為你影響到直播間的其他人了 呵呵 我來幫大家BAN掉奇怪的人 掰掰 我幫你BAN掉他了 我的直播間裡不可以有奇怪的人欺負我的粉絲們 也不可以欺負我喔 我把他BAN掉了 掰掰 我們可以繼續聊吉拿棒了 謝老大 不客氣 謝謝Akila送我掌聲鼓勵 平安的聲音太溫柔了 我是喜歡吉拿棒的小偶像 這種小偶像BAN人應該是沒有問題了吧 謝謝阿華的掌聲鼓勵 我把他仰腳踢出直播間了 他不會再進來了 我還是要在吉拿棒裡 沉浸在吉拿棒的可愛之中 謝謝燈火送我掌聲鼓勵 才剛到玩竹竹台 沒有就是現在就是怪怪的人也蠻多的 所以大家就是不用去理會那些人就好 不用理會 這麼溫柔我都想被BAN了 打擾吉拿棒的話題就是 謝謝花影戰士送我掌聲鼓勵 謝謝花生送我雷茶 謝謝花生 現在說吉拿棒上面顆粒很像痘痘 我會不會影響世界 完全不會唷 吉拿棒真的是太深的我心了 所以就算他上面的顆粒像痘痘 我還是愛他的 好好好 有口水了啦 我好像不痛了欸 說到吉拿棒就不痛了 第一次聽見那麼溫柔的BAN人 說了說了 謝謝變成新鮮檸檬的花枝精脆 我真的是一個很 很愛甜點的人 我覺得我吃到好吃的甜點 或是好吃的甜食的時候會心情很好 的那種 所以大家如果有發現什麼 真的是超級美味超級好吃的甜點 一定要tag我 我一定要去吃 所以每個月都要談一次吉拿棒嗎 說不定喔 但我覺得我不能太愛他 因為當我很常吃他的話 我就會不喜歡他了 所以為了要就是讓我永久喜歡他 我不能那麼常吃他 以後痛的時候請記得召喚吉拿棒棒棒棒棒棒 吉拿真的棒 他真的很棒 還沒有試過吉拿棒 大家一定要去試試看 你這個喜情很重 腦中出現手中拿著吉拿棒 然後喊著你貝貝貝貝貝了 有沒有在賣吉拿棒的娃娃或玩偶啊 可以 我想要一隻耶 或者是吉拿棒的T恤 我覺得我現在真的是腦粉 我想要吉拿棒的相關周邊 好像很可愛 趕上去夜市看看有沒有 我昨天真的是咬下一口 我的眼睛直接這樣 太好吃了吧的那種程度 拿油條比較實在 沒有油條跟吉拿棒差很多 雖然吉拿棒外面的口感確實是有一點像油條 這是脆脆的 但他們差很多不好 不可以用油條來比你我的吉拿棒 加點吉拿棒周邊 我要去找吉拿棒網友 大家快去找 快點tag我 快點去購入吉拿棒相關周邊 太好看了吧 吉拿棒的照片拍的 好好吃的感覺喔 不要口水了啦 存個圖 我存個圖喔抱歉大家 這位冷靜平寒 吃到這吉拿棒是有毒嗎 我也覺得會不會啊 就是店家很厲害啊 吉拿吉拿棒 我願意為吉拿棒做一首歌 我看你頭貼我來看看喔 好可愛喔 這個好可愛喔 楊潔 不行了 好可愛喔 這好可愛 受不了不行不行 這個好可愛喔 叫命喔 我要老先生的方法 那娃娃太可愛了吧 太可愛了吧 看到嗎 誇張的表情嗎 沒在演 真的好可愛喔 謝謝阿媛送我掌翻鼓的 也不行不行 太激動了 我真的是少女耶 怎麼會這樣 我不是已經21歲了嗎 怎麼還是這麼瞎 瞎妹一個 小姐冷靜 小姐冷靜 我真的 對不起對不起 讓大家看到了 難得 小店的 激動寒了 我內心好少女喔 天哪 真的是少女耶 我還是少女 好開心喔 對 是少女 21歲 還好我的內心還沒有老 還沒有老 還是個瞎妹 我還在看吉拿棒 他照片實在是太好看了 品寒過呼吸了 我也覺得我好像 我是不是過呼吸了 快被我笑死 我被吉拿棒衝魂頭了啦 搞啥啊 怎麼會這樣子啊 我們看這照片真的好好看 這很適合放在頭貼 問你自己啊 好想要喔 我要去買 可是他好貴喔 620的話我可以吃 4隻吉拿棒吧 我要捨棄這個網友吃4隻吉拿棒 還是我要買一個網友 查到吉拿棒食物模型 拍一個頭貼用的哈 4隻 對啊620可以吃4隻耶 那我們買 那我們買 大家怎麼人好啊 你們怎麼可愛啊 生日禮物之一 我真的很開心耶 有沒有吉拿棒的T恤 很可愛的那種 放頭貼這個人 這個人長得像吉拿棒 我長得像吉拿棒嗎 謝謝 謝謝卡摩尼送我瘋 耶 hello花生 讓大家看到我 我也一個東西著迷的狀態了對不起 就是這麼的瘋狂 就是這麼瘋狂 開心耶 會不會明天都不愛 不會 對吉拿棒的愛是永久不變的喔 這很像什麼渣女會說出來的話 我對你的愛是永久不變的 然後下個月就換了 有沒有 不會 我覺得我不會那個 不會 我對她的愛是永久 永恆的 她怎麼樣我都愛她 12月就不愛吉拿棒 不會 把工資換成吉拿棒 我覺得你會膩 應該不會吧 現在看吉拿棒的照片看到會笑 好 我不看了 我怕我膩 我不看 我先不看 我來看衣服好了 來逛街 我來跟大家聊聊我都喜歡什麼樣的衣服 我早上是看什麼衣服啊 我早上有看一個那個小島洋菜前輩的品牌 然後我很爽一件T恤 但是他就是沒有那個 他只剩男生size了 我超難過 我喜歡這種風格 給你們看 先提一下 我先來看一下衣服 我喜歡這種風格 你們有懂嗎 這是什麼風格 日系元素風嗎 就是我蠻喜歡這種簡單 有設計感 然後又有點女 少女 但是又不會太可愛 的那種 不會太幼稚嗎 就是也蠻可愛的設計 這種是不是戲元素風嗎 就是這種 我是喜歡這種T恤 你們有懂嗎 我最近很想買個幾件這樣子的衣服 就是短售T恤 然後可以練舞的時候穿 我覺得很好看耶 這種 我覺得好好看 可是我都買不到 這到底要怎麼買啊 因為我看那個他的官網 就是沒有幾件 我不知道怎麼訂購 因為我看不懂 他要怎麼買 好喜歡喔 我覺得很好看耶 很好看 這風格沒有名 但是我不知道怎麼訂購 我就沒辦法買 想要 女生真的是太多的東西可以滿足我們了 好困擾喔 好好看 看 這很好看啊 而且好適合我的感覺喔 他叫 他叫 22 Market 是小島洋菜的品牌 22 Market 我覺得他們家的這個風格我都很喜歡 想要 很好看 超好看的 很適合我的風格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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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王的筆牌 這很好看 很好看 你們又懂這個風格嗎 我剛剛就一直在看這類的衣服 看著看著就很開心耶 不知道為什麼 我的嘴角的這個笑容有點 就是收不太起來 笑容收不起來 想買想買 尿尿封 對尿尿封 誰會海外購物 真的是 不太會海外購 尿尿封 很好看耶 不覺得嗎 這到底是什麼風格 Girl Crush 不算 我覺得他設計的sense真的很高 我超喜歡小島洋菜前輩的那個IG 他的IG照片也是超級質感高到一個爆炸耶 就是很時尚 然後是 我覺得是女生也會很喜歡的 就是女生也會很喜歡這個人 就是女生也會很喜歡的sense嗎 好好看 真的好好看 我覺得這個 設計的sense很高耶 哈囉 MING你好 褲子要搭手 沒有這種東西就是 可以穿運動褲 運動的時候可以穿短袖畫 然後大件一點的話也可以當one piece 就是上帽提娘 下面搭短褲 然後配個馬丁 就會蠻好看的吧 真的好好看喔 這女生也會 就是超級女生 很吸引女生的風格耶 我以後也想做服裝品牌 先從聖誕梯的設計 開始培養那個服裝設計 好看 好看 這個配置好像IG見過 可以搭短褲 冬天要到了可以開始穿這些衣服 娘娘不知道看了多少 時尚雜誌和時尚相關工作 好喜歡 我每天都會刷她的IG 因為太喜歡她的照片 我來看一下她的網站 我來看一下她的網站 好喜歡這件喔 這件好看耶 怎麼開始購物起來了 期待一下聖誕梯 你衣服不要真的加緊拿幫上去 才不會呢 我來逛一下官網 還有合作的話 我那時候原本是看到這件 我覺得這件很可愛 但是她好像只剩男生的size 所以就有點殘念 這件T恤很可愛耶 超適合練舞的時候穿的 因為她們這種size就是 像我這種 微大件但不會太大件的那種size 就很適合練舞的時候 但她沒有女雙size了 難過 她男生size 她只有分men跟ladies 很好看 這件也好好看喔 這件很好看 這件 要買嗎 可是 日費好貴喔 這上面還有娘娘的照片耶 太時尚了吧 你看 比較好看 粉紅色好看 還是黑色好看 可是粉紅色是比較難搭 黑色比較百搭 好像黑色比較好看 那有辦法買嗎 這好好看喔 可是她有點貴 可以請海外再說 這好好看喔 喜歡這個 用買嗎 可是她有點 我考慮一下 好看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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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喜歡耶 大學題 這冬天很方便 套一件就可以出門練舞 套一件就可以出門 多大啊 很適合單穿耶 配個短褲靴子 好像會很好看 啊 現在穿起來脸很好看 我喜歡 上面有娘娘的照片 我目前還沒有買過前輩品牌的衣服 我蠻想要擁有一件 哈哈哈哈 好看 喜歡 我考慮一下 猜拳贏了 真的嗎 猜拳贏了 中買嗎 那我要給你們猜拳了唷 好看 但日本衣服確實是 價格偏高一點點 所以我每次都會 猶豫 在價格 然後 是不是該存錢啊 不然我信用卡都辦不過 我每次都會在價格前面駐足停下 那是OO那一排 對它是22market 我在他們官網看到 202market 好看耶 考慮一下 耶 還是等下個月領薪水 等下次領薪水 都沒存嗎 什麼 我平常 平常坐車吃份房租啊 所以就還是要存一下錢 謝謝野奶送我點刀 欸我還沒拆全耶 等一下我還沒準備好了 剪刀 石 頭 要開始了嗎 剪刀 石 頭 不 贏了嗎 我贏了嗎 我不敢看 我不敢看 買下去就對了 我贏了 我贏了 感覺內心想買 我想買 零了 聊天室看得到 但這在上面很難拆全吧 又不同布要怎麼拆啊 謝謝金佑送我布 怎麼今天已經要兩點了 聊一聊就要兩點了 好啦那我再考慮一下 大家可以在私訊我覺得要不要買 大家可以在私訊我吉拿棒喔 我想看可愛的吉拿棒照片 如果你們有吃的話 好啦你贏了 我贏了嗎 真的嗎 我現在還是很開心的表情耶 我贏了嗎 吉拿棒萬歲 好啦大家如果有去吃吉拿棒 大家要再tag我喔 那我今天直播時間也差不多了 我要來念念 排名了唷 海外代收有個網站可以推薦 還有日本、韓國、台灣的貨長 是什麼網站 之前 吉拿萬歲 多虧吉拿棒 這麼垂 你該心中有吉拿棒罐頭 是多愛吉拿棒啦 接著歡迎戰士 fight and ship 我今天笑容藏不住耶 而且我已經不痛了耶 完全 完全不痛了 已經不需要小伯伯了 再見小伯伯不好意思 吉拿棒跟衣服已經 就是有點超越你 哈哈哈哈 好啦那我要來念排名了唷 大家 念排名 還好我今天有堅持播到兩點 才可以聊得這麼開心 我今天真的是好開心喔 第十名幫兔 第九字尾哥 第八 和第七 卡姆尼 第六變成新鮮檸 第五 阿貴宅 第四 阿米 第三 金佑 第二 小白 第一 野奶 恭喜野奶小白 金佑可以指定一個動作 然後來抽個千 這支好了 五號 很難得耶 恭喜阿貴宅 大家可以指定動作了唷 小貝貝難過 沒有啦 小貝貝我還是愛你的唷 小貝貝 謝謝你陪了我二十年 我現在還是每次很痛的時候還是需要 四次五號 大家可以指定 重新開運運穿完 巧克力不要了 我們要送吉拿棒 吉拿萬萬歲 喵喵萬歲 喵喵的衣服萬歲 好好看哦 時尚簡約好看 到底要不要買 好看呢 我要先存這個照片 先存這個照片 想要黑色 粉色也蠻可愛的 他是不是沒有黑色了 粉色也蠻可愛的 如果沒黑色的話 粉色 黑色 灰色 他好像沒黑色了 啊 我想要黑色 還是灰色 他有三件都蠻好看的 灰色好像也不錯 好像灰色也不錯 灰色會比粉色好搭嗎 還是粉色也不錯 好啦都不錯 那我總是這設計很好看 好看好看 要工作 掰掰幫兔 難得這麼開心 糕糕那件 剛剛那件 對啊 剛剛那件 好看 他還有嗎 還是別的地方買得到 代購代購 他三個顏色其實都蠻好看的 啊 粉色 灰色 灰色好像也不錯 粉色也不錯 黑色也不錯 我真的是個很難決定的人 有了要指定了嗎 今天在點郁姐妹嗎 你確定嗎 我上次已經把無怨無眉 唱成無怨無眉了 你確定你還要指定郁姐妹 喜歡吉拿幫心情搶穿 然後希望有機會可以帶 我真的是 但是 對於吉拿幫的愛 是沒有辦法再多做形容了 大家一看我的表情 應該就知道我多愛吉拿幫了 我現在真的是很 真誠的在 喜歡吉拿幫 大家有看出來嗎 現在有機會可以 代言到吉拿幫 拜託 我就可以只有吃不完的吉拿棒了 我好真心誠意喔 天啊 好 吉拿幫廠商可以來找少女團體 我們非常適合吃吉拿棒 我們的樣子很適合吃吉拿棒吧 可愛的少女 希望大家可以來找我們代言吉拿棒 喜歡 我還在看釀釀的衣服 她的每一件都好喜歡喔 帽T也好好看喔 這件帽T也好看耶 我又滑到一件了 可惡 早早就不要點進來 這件帽T也好看 她的袖子 早早就不要點進來 可惡 好煩耶 這件粉紅色的好可愛喔 不小心點進來 可惡 找到她點進來了 來看一下 她還有粉紅色耶 她還有粉紅色 這件好可愛 不行不能再看 我要把這個網頁徹底的關掉 不行 我要把它關掉 關掉關掉不要再看了 要想買 哈囉花生你好 大家要指定嗎 趕快指定我 我就不會再看了 她現在60% off 害我 她是官網寫了一個大大的seal 害我很想一直看她 大家要趕快指定我 大家要趕快指定我 就不能再看她了 60% off 錢包尊贊 那就指定表演UberA广告 UberA广告嗎 今晚 我想來點 吉拿棒 吉拿棒棒棒棒 肉桂口味 堅果口味 兩個我都想要 怎麼樣啊 僅有模仿的像嗎 四桌耶 是不是可以買啊 我要思考一下 要是吉拿棒 今晚我想來點吉拿棒 很會 謝謝金要指定 很會 看來可以代言 買了買囉 好好看 還在看 還有誰沒指定嗎 那我今天直播差不多要結束了 大家 下一次直播時間是明天中午12點 大家記得來看喔 還有大家記得要指定那個萬聖節生血針 很厲害的 百年難得一見的 平安 那今天差不多要結束囉 大家 謝謝今天看我直播 聽我分享 我對吉拿棒 還有 還有娘娘的服裝品牌的愛 我覺得其實也不 好像不只娘娘的品牌 就好像蠻多日系品牌都有做這種樣式的衣服 我真的蠻喜歡這個風 謝謝大家聽我分享我的愛 明天超爽八年級出去 稍微教學只有一趟七年級可 恭喜你 當然就可以放個假了耶 謝謝大家 那我今天直播差不多要結束了 大家辛苦啦 大家掰掰 祝你們吃吉拿棒吃的開心 掰掰 大家晚安 大家晚安 不是晚安 午安 耳機剛好沒點 明天見 穿XS是吧 知道 對 如果是這樣size的話 好像XS 潮牌 潮牌好像是比較大件 品牌沒有週五公演 週六公演見 大家掰掰 午安 明天見 五 四 三 二 一 掰掰 好去看有沒有外送吉拿棒 掰掰 謝謝你的再見 加油 掰掰